明说了吧 你们谁想当这个皇帝 不妨站出来军说 八王义政可以说是 雍正即位后 最经心动魄的大事 先是煽动百官 对新政的不满情绪 然后挑拨红石 让四位旗主王爷 带着兵马入京 接着拢握同管部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爷没有出现 八爷能逼宫成功吗 在红石向雍正提议 让旗主王爷们进京整顿奇务时 雍正就曾经去找十三爷讨论过 十三爷当时还提醒雍正 联络旗主王爷的事 交给八爷恐怕会节外生枝 而这时候 雍正只说 让他去办 烦不了天 这里可以看出 雍正是决心要除掉老八的 在后来张廷玉得知 四个王爷带兵入驻京外两大营时 也专门问过雍正 当时雍正也是不置可否 说他们都是请过职的 难道张廷玉能看到的可疑之处 雍正却没看到吗 因此很大可能是雍正留有后手 就是为了引蛇出洞 将八爷派的人一网打尽 看似是雍正乱了阵脚 慌得大汗淋漓 十三爷率兵 前来了一晚狂乱 但其实即便十三爷不出现 雍正还有土里称这只近美 他们忠诚度极高 几乎不可能全反 而且在事情败露后 龙科多想要逃跑 但却没跑出土里称的掌控 说明皇宫并没有被龙科多控制 其实还是在土里称的手中 再加上他自己暗中培养的年甘处 也可以算作雍正的后手 除此之外 瑞卿王很有可能也是雍正的人 在整个八王义政过程中 瑞卿王从来没有出来作妖 而且最后雍正进行清算时 也专门提到瑞卿王宅心人后 免除了他的处罚 因此这很有可能就是雍正下的套 八爷派平日的所作所为 让雍正非常头疼 小打小闹没有办法 完全将八爷按死 所以就假意掉进了他的全套 引他做出逼宫的重罪 八王义政可以算是 雍正王朝中最精彩的戏份之一 每个角色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剑拔弩张 神仙打架 十分精彩 雍正王朝中八王义政的转折点 无疑是张廷玉挺身而出力一碗狂澜 在逼宫大戏刚开始 雍正并不在意 但随着得知 京外二营被骑主王爷共管 且龙科多也被老八笼络之后 雍正战都站不稳了 在壮怨王文昭替自己说话时 结果被老九当朝怒马 气得救急突发后 雍正顿时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境地 满头是汗 眼神都开始飘忽了 就在这时张廷玉挺身而出 作为康雍前三朝老臣 张廷玉果然有两把刷子 上来先对老九一顿输出 我是先帝的老臣 两朝的宰相 这下面就有我许多的门生顾虑 你们该不会 把我也当成满人的狗 不让我说话吧 这话一出 不仅老九雅口无声 还瞬间把朝会上的汉臣 拉到了自己的队伍里 随后张廷玉又从概念错误的角度 驳斥了老八派的观点 认为八王义政并不是老八解释的八王义政 接着他搬出了先帝 说推行新政是先帝的遗愿 这让之前以先帝为借口 质疑雍正的八爷顿时站不住脚了 但是张廷玉手上无兵无足 面对老八的逼宫 并不能起到决胜作用 最多是道德上的谴责 他为什么还要站出来呢 首先 虽然没办法一招制敌 但是张廷玉还是替雍正拖延了时间 让他能够坚持到十三爷出现 还有就是康熙逝世之前给张廷玉的杀手锏了 张廷玉没有在逼宫一开始站出来 而是选择在逼宫的高潮站出来 就是因为龙科多反了 龙科多一反 张廷玉就必须要站出来 康熙在驾崩之前 将刺死龙科多的秘制交给了张廷玉 以防龙科多和八爷勾结在一起 因此 在龙科多出现之前 他可以不发一言 但是如果龙科多反了 他还不说话就会没命 因此张廷玉选择在这个关头挺身而出 如果能说得动他们就是功德意见 说不动也没关系 掏出秘址就能将龙科多救地政法 老八没有龙科多率领的九门 也就必然成功无望了